此次師傅我的保險 現在的肌腹條件越來越差 而且保費越來越貴 不理賠的這種狀況 就是其實是非常多 所以大家都不確定 就是這次住院 到底能不能理賠 說起來額外心寒 王小姐在去年七月 確診乳癌低期 要做四次化療 十八次標靶治療 總花費一百二十萬 明明有買十支十副保險 卻遭保險公司刁難 十八次的標靶治療 那我在前面七次的理賠 都沒有問題 可是到了第八次開始 就有保險公司 也就是說 我這不是一個 必須要的住院拒絕 保險公司跟矮友玩起文字遊戲 僅要住院定義 不給予理賠 王小姐投訴克服 對方卻這樣說 事實上我有點生氣 他說那這樣好了 我們融通你兩次 那就是可是你要切解 切解就是說之後呢 這個乳癌相關的化療 標榜還有所有的治療的費用呢 都不可以再跟保險公司 申請理賠 保險公司不理賠的 十一次費用 加起來約五十五萬 只能由哀友自行負擔 但他越想越不合理 他前一陣子才大幅調高保費而已 我們也都接受他調高保費了 但是他調高保費之後 並沒有理賠 不只有調高保費 受險公司 為自己保險的狀況 也一一浮現 改版之前 然後在這個事 改版之後 比較看看這款 台灣人受保單新舊版本 若以計畫二為基準 舊版的住院病房 費用保險金一千五百元 新版的一般病房費用保險金 只限額一千 舊版的住院醫療 與外科手術費用保險金 加起來有三十萬 新版的醫院各項雜費 及外科手術費保險金 限額五萬 同時他們也在六月二十九號 暫停銷售舊版保單 近期有變更 大概是有三間保險公司 主要是在額度上的線索 還有單位數上的縮減 其中還有做手術名稱定義的改變 另外有變更的包含中國人受 八月十五號也在金代通路 停售金康泰住院醫療赴約 新推出好康泰產品 新版雖然門診手術額度較高 但保費也調漲了 遠雄仁壽的安心康復 也在六月一號停售 新推出永康復醫療保險赴約 新版的住院手術雜費的 理賠額度都有限縮 因此有不少保護 轉向其他受險公司 這一疊十支十付保單 都是近期保護家寶的 以這位負責人來說 一個月的成長率高達七成之多 很多人他就會同時家寶 可能第二家 甚至第三家的十支十付賞品 根據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統計 截至二零二一年底 受險業者銷售的十支十付型 個人醫療險一共九十二張 其中五十三張可接受副本理賠 正本理賠有三十九張 而最新情況是十支十付型醫療險 只剩下四十九張 消失劍數比例幾乎高達五成 其中副本理賠二十一張 正本理賠二十八張 價格調整的保單 則最多調漲數百塊 醫療這樣的一個技術的進步 那十支十付以往過去 大家設計商品的時候 總會抓一個空間 可能有一些風險 其實比他想像的還要大 保險公司當然也可能會擔心說 未來保險公司 就是在整個風險管理上面 無法承受他就會停售 高醫療費用時代來臨 讓十支十付型保險的損失率 瀕臨失控 犧牲的將是那些 真正需要醫療保險的人 在大福調高保費的狀況之下 是更多人會買不起保險的 是更多人會買不起保險的